好來看到是現在日本政府才說把整個緊急事態延長到5月底 而目前日本疫情是持續的升溫當中 那至於這個已經延期一年的東京奧運 說要如期的在7月23號登場 但是日本民間有很大的反彈聲浪 我們現在看到呢 這一位是日本律師宇都宮建兒 他發起一個請願連數 就叫做是停辦東京奧運來拯救生命 他提到是說呼籲日本政府要正視這疫情擴大的問題 立刻的停止東京奧運跟帕奧的舉行 把相關醫療資源放在這個防疫的工作上面 來拯救更多的日本人的生命 那我們就來看到是目前這個請願連數才發出短短兩天 現在已經超過了27萬人響應 距離這個目標是30萬只差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們就來看到是如果達到30萬連數的話 可以把這個請願書交給這個國際奧委會的主席之外 可以送給日本的首相 比較日本人的他們民眾的心願 不能看到是目前呢 中國也向這個國際奧委會發出電話了 習近平是說呢 他支持這個東京奧運正常舉辦下去 而且有信心 明年2月份 這北京的東京奧運會 也能夠正常的如期的來舉行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